大家好,我是Steven,中国大叔在越南 那今天是礼拜六,明天到礼拜天了 这两天呢,我今日介绍呢,在越南河内呢,有认识一个小姐姐 然后这个小姐姐呢,听说她是在台湾呢,有六年 然后呢,在一个教养院里边工作 整整六年,然后在那里呢,照顾一群特殊的人群 然后,那很荣幸呢,和她通信之后呢 小姐姐呢,就是答应接受我们的访问 然后,刚好宁平省呢,也是越南北部的一处非常漂亮的风景名声 那里有非常有名的长安景区 是乘船旅行的 那刚好呢,明天我到那边呢,一同拍一下风景 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OK,那我们明天一起看一下 这位小姐姐呢,她在台湾有怎么样的感人故事 OK 小姐姐呢,她在台湾有什么样的 你也不在买 越南朋友给我联系他在台湾工作的我们亲人 你也不在买 姐姐这个叫什么这个 我 田氏花 我叫什么名字 我是田氏花 田氏花 那姐姐是在哪里学的汉语 在这边 在林平学的汉语 在这边 不是 我说你的汉语在哪里学的 在台湾 还在这里 在哪里学 你学汉语在哪里 在河内学汉语 然后去台湾 是吗 对 那你去了几年 我去六年 哪一年去的 在这边 小谷小谷 等一下我拿去这个 我还有很多人 我给你看好吗 很多人 可以 太棒了 我给你看了 那你是哪一年去台湾的 姐姐 哪一年去台湾的 2003年 2003年 我认识好几个姐姐都是2003年去的 有海洋的 有北疆的 还有清化的 反正我觉得在清化是去最多的 清化 靠一安 我在河内 姐姐去之前学汉语学了多久了 河洞在河洞 不是我是说姐姐去台湾之前啊 学中文学了多久了 学中文学了多久了 哇 一天啊 好没堂啊 三个月 三个月 因为我们学这个 医院去医院工作 去医院工作 照顾老人是吗 照顾老人还有小朋友 不正常啊 哦 不正常的 对 那那你去的医院知道 叫什么名字吗 医院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吗 医院啊 对啊 叫什么 不是我说台湾的医院 对 你去工作的名字叫什么 还记得吗 忘记了 老板我忘记了 哦 那个是私人医院还是公家的 很多的 不是我问的是 这个医院啊 是政府的还是个人的 中国 台湾还是中国 不是 政府的 对啊 那姐姐在那里工作了六年 你照顾了几个 几个 几个 几个老年 很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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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姐姐去的时候 交多少钱呢 我还有 一家很小的啊 不是 我说姐姐姐去台湾的时候 几个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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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啊 有少 方便讲 一万多 一万多台币吗 工资一万多 没有我问 几千 几千 几千多台币是吗 对 我问的是就是您呢 如果是从越南到台湾 要给 给钱嘛 是亲戚介绍的还是公司安排去 公司安排去 公司安排 对 对 看照片 所以我今天早晨过来吃早餐 然后又进来 要小姐姐 一口非常正宗的越南人的台湾腔 很热情的在这里 跟我聊聊 她自己的 在台湾工作的经历 还有她的故事 然后吃完饭之后我说 姐姐你可以给我分享一下 你在台湾的感人故事吗 她真的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然后还要拿照片给我看 那我们现在一起看一下 这些小姐姐 我说老板 我说老板 是在一家呢 哪个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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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在这边呢 哦 看到了 那个时候你还很年轻啊 对 你把自己的青春都奉献给你 你看 我看看 你听懂 财团法人苗栗县私立广爱教养院 嗯 靖湖院设 继承启用 即十一周年 你看他们 纪念 他们好可怜啊 是的 是的 对 哎呦 他们好可怜 这个不正常 这么多人都是你照顾的 是吗 姐姐 我们有时候 半个月之后 呃 明 白天啊 晚上啊 这个是最难的 我 哦 你们几个人是吗 八个人 八个人 八个人照顾这么多人 对对 台湾 嗯 八个人 这些人我看有几十个哦 很多 很多 我叫点认识 这个老板很好啊 哦 哦 哦 呃 呃 这个老板很好 老板很好 那你们一天工作几个小时 早上七点晚上五点 早上七点到下午五点 那很好 晚上五点到五点早上 晚上五点到第二天早上五点 是另外一个班 第二天早上一分钟 那是吗 这里是好的 你ي的说现在有什么 皆さん是比专家小时 一川小时 这是比专家小时 小时 有一个三天 这三天 三天 二人 八其当五点 八三人 一对 八人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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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二人是像一对 真正 中五位 中五位 是啊 中五位 中五位 姐姐 去吧 去吧 好的 姐姐 那你那個時候的事物就是工作 做了幾份工作 一共 啊 就是你在台灣只做這一份工作 幾人工別來 空人工別卡 假製 那你對手 不是一起票 你只有六年 三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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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老奴 一老奴 就是三年後 或者年成長老奴 三年後 三年後 三老奴 年老奴 三老奴 年老奴 二老奴 朋友 如果三老奴 你讓你來哪里 也在苗里照顾老人 明白了 那如果有机会 你还想去台湾吗 姐姐 我是说 如果有机会 您还想去吗 还想啊 真的我觉得 你在台湾做很大的贡献 如果是 别说是去工作 如果有机会 真的可以去玩玩转转 看看自己工作的地方 有时候 就是人呢 只要在那里工作 就有情感了 对不对 回越南有时候 也会经常想念那个地方 是不是 对 因为在台湾 大部分孩子 都是去外面工作 没有时间照顾 真的 太感谢姐姐了 拜拜 谢谢姐姐 拜拜 谢谢你啊 有时候呢 有空来啊 明天你进河内啊 好的好的 OK 朋友们 以上的视频呢 是这两周呢 我们去越南北部 宁平省拍摄的 那我们也希望呢 有机会拍摄更多 越南人 在台湾工作的感人故事 那这个小姐姐 那这个小姐姐真的非常不容易啊 她呢 一个人 照顾两个老人 而且都是坐轮椅的 整整三年 而且呢 她还和另外 七个越南人呢 在那个教养院里边 照顾整个医院的 几十个老年人 那真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 感人的故事 是一种非常有爱的行为 那我希望以后呢 我们拍摄更多的 这样感人的故事 让爱传递的更远 更广 如果有机会呢 那我们会持续的 记录 这样感人的故事 那我们也会 拍摄一些呢 台湾的朋友们 在越南 成功创业的故事 好了 本次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的 支持鼓励 关注 那您的 点赞鼓励 是Steven创作的 最大动力 好了 谢谢大家 祝大家周末生活愉快 拜拜